也就是写文章这个页面 兄弟们大家好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小功能 做一个复习 如果有一个页面 也就是写文章这个页面 只有用户登录了之后才能访问 这个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做这个页面呢 打开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write 也就是写文章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 index.gs OK 然后我们抄一个login组件的内容 把这段代码拷贝过来 粘贴到write这里面 其实它非常的简单 connect这块我们都不动 我们把这块的代码给去掉 action creator我们也不要 OK 接着呢 下面这段代码 map state 我们保留 map dispatch我们不要 好 这块我们填成n 给它起名叫做write 或者叫post article 大家随便起名啊 我们就起名叫做write 好 在这呢 我这个组件大家看 它从login里面去取出login 也就是login status 指的是当前的登录状态 如果你没有登录 我就怎么样 好 我应该这么去写 如果用户登录了 我就显示这个页面 所以我应该return一个div 上面你可以写一个写文章 页面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你应该return什么呀 redirect to 跳到哪呀 是不是跳到login这个页面 好 这个组件就这么写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把它放到哪里去呢 把它放到路由里面去 在路由项里面 我们import write from page下面的write 当用户访问write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让它显示write这个组件 同时呢 我们再打开heather这个组件的index.js 我们往下翻 这里有一个写文章 我可以在外层加一个link 下面呢 做一个闭合 让它跳到哪去啊 让它跳到write这个写文章的目录下 保存代码写完了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刷新啊 现在我没有登录 当我点写文章的时候 它会跳到登录的页面 好 一二 登录了 回到首页 这个时候 我再去点写文章 大家看是不是就进入到了写文章这个页面啊 因为时间有限呢 这个页面的布局 大家就自己来完成吧 这里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登录 健全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回到首页 那么基本上 代码写到这儿 整个课程要给大家讲解的功能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当然呢 我们要再对代码做一些优化 实际上这个代码我写的比较快 所以呢 有一些地方呀 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完美 首先来看 我们随便找一个组件来挑挑错 我们往下翻 这块写的还OK 我们再往下 这个组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关闭掉 我们换一个detail这个组件 打开看一下啊 好 该有回车间隔的时候 大家呢 要保持一个回车间隔 再往下 有的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啊 我有的一些地方呀 这个后面的分号没有写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给补上 比如说这儿 vap state 那你后面其实应该有一个分号的 如果没写的话呢 大家都给补一下 保持你代码风格的统一 好 这是一点 那继续举例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store目录 看一下action creator 这块也是缺分号的 大家都给补一下 好 然后呢 打开reducer reducer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说了 如果呢 你这个switch语句里面 case对应的内容比较多 你可以把它拆出来 作为一个函数 在下面进行调用 这块呢 大家自己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所以呢 这些细节点的地方 大家在自己编码的过程中呢 再注意一下 要写出比较漂亮的代码啊 还有哪一块我们可以改良呢 大家呀 可以打开我们的action creator 来看一看 action creator 在创建action的时候 在创建action的时候 它里面会有一些 异步的函数放在这里 来处理异步的请求 那在做这些请求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呢 只写了then 也就是说 我默认处理的都是请求成功的情况 我并没有处理请求失败的情况 实际上在做企业级别项目的开发的过程中呢 大家还要去写catch这种情况下 你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请求失败了 我们可以在页面上提示用户 这次请求失败 请刷新重试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catch这块的异常逻辑 再进行一些补充 回到减书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实现了减书的一小部分功能 实际上减书上还有很多功能 我们可以自己根据这套课程的体系 自行完成 我相信呢 当大家再做一些功能之后呢 这个项目就可以成为你面试之中的一个 可以写在简历上的成熟的项目了 我也相信呢 大家只要按照我的这种代码结构 去编写reactor的项目 你可以应付大型reactor项目的开发了 好 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